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佛法智慧普利众生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今天下午的悬议宗述解答会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佛法的法力无边 图腾世界的玄妙无穷 卢君洪台长正是以佛法神通 妙法点化众生 听闻佛法 改变命运 以舍己无畏之行 救度众生 破迷开悟 究竟解脱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 已近二十年的慈悲付出 使中华文化精髓与佛法智慧深入人心 全世界七百万佛友受益于心灵法门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遂 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卢君洪台长也广获国际好评 在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2014年 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历史名校 西耶纳大学 特别任命卢台长 为荣誉课作教授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相信今日所见所感 定能为您点亮新灯 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一心向善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卢君洪台长不辞辛劳 心系众生 不惜牺牲一切休息时间 卢台长正是以这样的舍己力生的大无畏菩萨行 数十年如一日 望我坚持救度众生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卢君洪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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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龙天护法 吉祥安康 共沾法衣 佛光 再一次普照 感恩我们的祖先 留下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和智慧的佛法 让我们受益 寻找心灵的健康 人在做 天在看 在末法时期 起心动念 机为业 要去除恶业 广结善缘 心中长存着慈悲 心不合一 要让人间 人心向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感恩各位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 和义工们的护持 让我们有殊胜的姻缘 在香港欢聚一堂 如同人间极乐世界 在今天的法会上 人人慈悲 各个善良 唤起菩萨心 形生波罗密多时 充满着佛的智慧 度一切苦恶 让烦恼 及人间之苦 远离众生 在这个设计是空的世界中 我们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现代人拜金 早已忘却了 佛性和本性 每天做着欺骗众生 欺骗自己的事情 最近看到一本专刊上 写到 骗子产生有十大发明 每年骗区 全世界的公司和个人 将近有一百个亿 有马路骗子 外贸骗子 有官场骗子 有短信骗子 有婚恋骗子 还有犯人的骗子 连锁家门骗子 造假骗子 炒黄金骗子 等等 这些短信骗子 每年就可赚取四百个亿 人心唯利是图 早把人善良的人性 丢掉了一边 所以 最近 台长看到一则新闻 在加油站 有人赠送你钥匙圈 非常的精致漂亮 你千万不能要 因为这是跟踪器 他会跟踪你到家里 然后偷窃 抢劫 买东西 汽车停好之后 回到停车场 刚刚想坐上车 倒车的时候 在你的汽车 后面那块镜子上 有一张纸 遮住了你倒退的路 你千万不要下来 因为当你下车 去把这张纸 想拿掉的时候 你的汽车已经被小偷开走了 现代人天天在造业 一造业 障碍就开始了 所以就叫业障 业障会藏住你的智慧 和你的德能 一个人 为什么求佛 不灵验呢 因为业障 让你离开了智慧 让你进不了菩萨 只有常忏悔 常念经 否则你的业障 会越积越多 犹如一个小孩子 犯的错越多 越不敢见到他的母亲一样 业障 像乌云一样 遮住了我们的慧命 所以我们如果不造阴 我们哪来的果 如果没有果 我们就是拨开乌云 欠清街 我们才能去除业障 见到自己真正的本性 有一个非常有钱 但是智慧不开的愚人 也就是比较愚蠢的人 在过去 他到庙里去寻求智慧 他问法师说 你能把你的智慧卖给我吗 结果这个法师说 我的智慧很贵 一句话值一千两银子 这个人马上说 只要能有智慧 我花钱 我来买 法师说 好 我现在教你智慧 遇到困难 麻烦 想不通 不着急 马上不要处理 向前走三步 向后退三步 再往板这么三次 你就可以得到了智慧 这个愚人说 这么简单啊 法师说 对了 你先回家吧 银子 下次咱们再说吧 结果这个人 回到家里 昏暗中 他发现妻子和另外一个人 躺在炕上 他当时怒火中烧 我的太太怎么会跟别人睡在一个床上 气得不得了 拿起菜刀 就冲过去 想杀人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 他买来的智慧 前进三步 后退三步 连着 往板三次 这个时候 他正走着 因为 他的声响 把他熟睡的 妻子 睡的人 跟妻子睡觉的人呢 惊醒了 这个 惊醒的人问 弟弟 你生更半夜在干嘛 一听是姐姐的声音 原来 姐姐没等到他 怕他的妻子寂寞 去陪他的妻子一起睡觉 他心想 如果不买到智慧 我差点 把我的亲姐姐都杀了 通过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你们 智慧的价值 因为有智慧的人 可以救人的生命 因为智慧的力量 可以在 让没有智慧的人 做事之前 三思而后行 欲识 不凭感情用事 需要一个冷静 一个问题 或许有三个方案 智慧 虽然 没有形状 但在我们人类的生命当中 它是一把钥匙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则烧毁啊 如果 我们能够每天 平平安安度 度过一天 我们就是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有多少人在今天 成了残废 多多少人在今天 家破人亡 当一个人 珍惜生命 珍惜世界上 一切的时候 你就是拥有了这个世界 拥有了这个人间 台长 台长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抱着你自己十公斤重的孩子 你走多少路 你不会觉得很重 是因为你喜欢 如果给你一个十公斤重的石头 你抱在怀里走路 你坚持走不了多久 所以当一个人不喜欢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就算他的才华横溢 他也没有办法发挥 当一个人喜欢某件事情 他就能发挥出他的能量和能力 让你大吃一惊 所以一个人没有成绩 不一定是他没有能力 很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 所以我们今天喜欢修行 喜欢学博 喜欢度人 我们拥有了这种超能力 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 有能力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人间菩萨 人本性的德能 就是我们的道德和品质 我们不能小看它 因为它是正能量 大家想一想 我们对别人好一点 别人会给我好十分 你对别人 完全用薄心薄力去爱护他 去关心他 去帮助他 你得到的都是正能量的回报 所以要帮助别人 我们人的愿力 可以产生一种能量 有一个学博人 每天早上爬不起来 结果就是因为他学博之后 他许愿 观世音菩萨 你只要让我的孩子病能够好 我每天会早上四点钟起来念经 结果他成功了 希望大家喜欢佛法成为 要成佛就是一个正能量 就是许愿我要成佛 就是发现你的本性 就是恢复你的能力 把人的良心德能 起发出来 这才是正能量 修佛法讲修行 实际上有两个法宝 台长在这里教你们 想不想听啊 一讲给你们听 哦 师父早就讲过了 实际上要记住 这个是法宝啊 要想成菩萨 要有道德 告诉你们 第一 想成佛的是靠着愿力 第二 是要有智慧 地藏王菩萨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这就是大愿力啊 观思音菩萨 有求必应 也是一个大愿力 你们今天 学佛人 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愿力 要救度众生 在末法时期 让人间变成极乐世界 台长告诉大家 愿力就是能量厂发出的 一个人有愿力之后 他才会运用到 他的行为和行动中去 所以 告诉大家 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 对你自己心灵的感应 会让你产生出一种愿力和超能量 智慧主要是依靠在你的善根和福德和因缘 其他的各种因素 才能产生一种智慧的能量 所以要用愿力去开启你智慧之门 有愿力的人就会争不得 众善根 变成好因缘 中华文化国学中有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我们 禅文化当中有说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异曲同工 希望大家能够懂得 我们学博做人 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你一定会有收获到来的 那么有很多精彩的 就是有一个听众说打进电话 自己的背痛 睡觉呢不能翻身 台长给他看了图腾呢 问他是不是痛起来 有跳跃的感觉 还有被抓的感觉 这个听众说是 这个听众说是的 台长就告诉他 有一个人的头像青蛙的身子 一直在他的背上拧他 听众这才想起来 自己曾经梦见过这个灵性 台长还看住他 这个灵性卡住了他脖子 导致他的血液上不去 大脑缺血 所以这个听众 一直觉得很疲倦 困得不行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你是不是后背疼起来的时候 有一点跳跃感啊 被人家抓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拧的那种 是有灵性吗 对啊 他在拧你啊 一直在拧你啊 这个人的身体是一个青蛙 头是一个人 哎呀 是的台长我晚上就梦见 和一个青蛙在那窗上包的 我说我害怕的不行 不能杀生 但是我怕的不行 我就把那个青蛙给 弄到窗户上面了 吓得我就不行 就这个青蛙 就是一个大灵性啊 一直在你身上 而且你啊 经常容易疲倦要睡觉 是是是是 每天空的不行不行 空子都空子不住的 我就讲给你听了 因为你的血上不去 它卡住你的脖子后面的血 血液上不去 大脑缺血 人就感到疲倦 对对 对对 太刚才长了 谢谢 这些 一个鲸鱼缸 四面都是玻璃 从一面看过去 鱼和鱼头在碰头 其实只有一条鱼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个鱼跟那条鱼 两个嘴在碰头 从另一面看过去 只有一条鱼 其实我们人生 就是看社会的角度不同 才会产生 所以你在人间看问题 会有两种不同的概念 例如你恨一个人 你只看到他坏的和恶的一面 如果你能想到他 也对过你好 也帮助过你 可怜的一面 你就是叫全面的在看人 同样的人间的人 又像一只蚂蚁在墙上 总想着我要往上爬呀爬呀 以为自己已经爬了很高 不管怎么样 一定我还要爬上去 在人的世界里 人也是这样 总以为自己做了什么 别人看不见 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拼命的 就像一只蚂蚁一样 拼命的往上爬呀爬呀 英式阳式他都做 就犹如一个小孩子 看见蚂蚁在往墙上爬 就捏着蚂蚁下来 蚂蚁所有的努力都扑灭了 所以这个典故 就是告诉所有学博的人 心态要好 随缘是人生最好的选择 修心就是要改命啊 修正自己不好的心 觉悟是从心开始的 修心就是要开悟 众生不觉悟 当然心里会很苦啊 所以叫你们要想得通 万事皆空啊 就是觉悟 觉悟之人才能解脱 心灵解脱 那就是正等正觉 告诉大家一个过去真的事情 有一次打仗 部队打到后来就剩一个人了 他在往山上逃 追兵在后面 一个小山洞 这个人 这个当兵的没有办法 就爬进去 躲起来 这个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很大的蜘蛛 爬过来 这个士兵 想想 有恻隐之心 我自己已经落到这个境地 我就不要把这个蜘蛛打死吧 没想到 这个蜘蛛慢慢地爬呀爬呀爬呀 爬到洞口 一会儿 它张开了一个大蜘蛛网 等到一大队追兵追到洞口的时候 刚要进去 一看那个蜘蛛网 那个当官的说 里边一定没人的 蜘蛛网都这么大 好了 走吧 结果就是一念善 救了他的一条命 所以希望我们在人间 要尝思善啊 莫思恶啊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 是偶然发生的 每件事情 都有它的因果呀 这是宇宙的根本定律 人类因为语言 行为和思维 产生的因 它一定会产生果报 修行为了 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 克制自己 每一个 起心动念 要知道 由于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 和思维的因 会导致 什么样的过呀 所以佛法界有句话 众生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你们现在都是在学菩萨的人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要想到后果 要害怕后果 而现在的众生 想做什么先做 想享受先享受 到了果来的时候 那才叫苦不迭 希望大家一定要统得这个道理 众生爬山 很多的法师一起爬山 有一个弟子突然之间摔倒了 他一伸手就抓住了经济 就是那种藤条在山上的 他把上手全部都划破了 老禅师看到之后说了 经济 你习惯医不别物 也就是说这种疼啊 带刺的疼都喜欢跟着别的物 就是跟着别人而长 你缺去抓住它 缺去依靠它 你当然是自讨苦吃 所以学佛做人 不要去依靠不能依靠的人 我们要依靠正信正念 依靠佛法 我们爱国爱家爱众生 爱观思音菩萨的慈悲心 我们一定会换回菩萨的大智大会 一个人为什么会吃亏 为什么会上当 因为人都是在选择性的看这个世界 人只看得见和留意自己相信的事物 对于自己不相信的事物 他不会去留意的 甚至视而不见 由如很多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只看到对方的优点 从来不发现对方的缺点 结婚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不相信的事物 会发生在对方身上 看事物不全面 就是偏 台长说了 一个钟 再好的钟 如果不准点 那就是偏 所以 犹如扭扭扣扣一样 当你一个扭扭错了 你全部的扭扣 全部都会错 等到扭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我做的一生 全是错的 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偏 不要错 台长告诉你们 长思挤过 以戒为本 刻不愚痴啊 十步之内 有芳草 三人之内 必有武师啊 要多学啊 现在的人 非常的可怜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闲着也苦 忙也苦 世间 哪有人不苦呢 越不能忍耐之人 越苦 有智慧的人 心胸宽大 聪明之人 心量 比较 狭小 精明之人 容易 钻 牛角尖 希望大家 凡事不要 断断计较 天下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的病 太多了 人 每一个人 都会有心病 一位山东的弟子 打电话说 他原来有严重的哮喘病 当年省立医院 只能查30种过敏源 听众30种过敏源 全部查过 查不出来 他被这个哮喘病 居然折磨了43年了 后来学习心灵把门 施全素 现在哮喘病 竟然彻底康复了 听众非常的感动 他还说了 有一个不会怀孕的同事 结缘心灵把门之后 今年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给大家听一下 师父你好 你好 我是大陆的弟子 师父 我40多年的哮喘病 我在修这个法门以后 特地的好了 哎呀 哮喘是吧 我43年的哮喘病 我济南省立医院 只能查30种 当年 我30种 消防 30种过敏源 全过敏 哎呀 哎呀 太好了 谢谢关心 师父 我是山东的 我一定是山东人 真理 我好好修行灵法门 救助更多的苦难众生 是啊 你看这心灵法门多好啊 让人家一念经身体 多好了 多好啊 对 是 我有好多 我的从事不伤孩子 上我家求了以后 要我的书以后 现在生了个大胖儿子 去年 多好 可可爱我了 谢谢 这些 这些都是最近六月份 六月份的那些录音 台长每天 每个星期是246 当场在广播里回答 大家打来的电话 所以很多人直接就打进来 跟台长交流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其实不能控制我们的过去 也不能控制我们的将来 人很苦啊 人能控制的只是现在的心态 和心念 语言和行为 过去和未来 因为都不存在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 未来的还不存在 所以要懂得只有现在 那是真实的 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要专注点 应该是当下 根据吸引定律 如果人总是在悼念和怀念过去 他就会被心中的内疚和后悔 不停的缠绕 无法解脱 现实生活的烦恼 会让他变得越来越痛苦 另外 将来 人总是担心 将来 过分的担心 会将你担心的事情 会吸引到 实践中来 台长告诉你们一个真事 有很多人 就是身上 长了一个结 他天天的摸 天天的想 不会是癌症吧 不会是癌症吧 真的就是癌症了 因为最早的时候 他叫医生看过 化验过 不是癌症 就是因为他一直担心 会不会变成癌症 所以 就真的是癌症了 这就是台长要告诉你们的 有时候的意念不能乱动 因为人的意念 会转换成一种能量 这在爱因斯坦 那个年代 他已经有 懂得这个定律 就是能量的转换 能量 是由精神 可以转换成一种物质 也就是说 当你心中 不停地想着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会实践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能经常去想不好的 只能想好的 如果我们今天 把那些想自己身体不好的 那些痛苦的事情 把它转换成 每天想着开心的 我的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好 那就是由负能量 转为正能量 如果每个学博的人 天天在想 我就是菩萨 我就是未来佛 你可能真的 就是未来佛呀 希望大家正确地修行 人生不管好事与坏事 都要调整当前的心态 管好你的思维 语言和行为 你的命运 就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就会给你 学博的第一步得到 那就是人天不报啊 有一艘货轮 他卸货之后 返航了 大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暴 老船长 果断地下令 打开货舱 往里边灌水 水手个个都惊呆了 这个船里灌水 这个不是自找死路吗 船长跟大家解释说 各位船友 大家见过 大家见过 跟很深的树 被风刮倒过吗 巨浪滔天的货舱 水位慢慢地越来越高 货轮在大风当中 渐渐地平稳 船长告诉大家 你们看到了吗 一只空木桶 很容易被风打翻 船在负重的时候 是最安全的 空的船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何尝不是这样的 胸怀大志的人 沉重的责任感 时刻压在自己的心头 我们要迈着坚强的脚步 从风雨中坚定地走出来 空耗时光 无所事事的人 就像一艘卸货的船 就像一个空木桶 一场场人生感情上的风雨 便把他们彻底打翻了 很多人为了感情自杀自残 每天层出不穷啊 给自己加满 佛念博心 善念善行 让我们学博人 肩部着弘扬中华文化 学博慈悲 救度众生的责任 我们的法船 才永远不会被沉默 做人很难啊 三个字颠来道去 都说明一个人做人难 难做人 人难做啊 所以无心的人 就是我们要化自己的心 为虚空会无 所以无心的人 是没有是非的人 常离人间私 就是不要去想人间这么多的 麻烦事 人间事 常得菩萨思维啊 菩萨的想念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的法师 他们要自己出家 因为他们就是要让自己 能够脱离这种五着恶事 让自己的思维 沉浸在另外一个空间当中 台长跟大家讲过 如果一个人不能解决人间的问题 说明你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能够解决人间的问题 拥有的智慧 说明你已经是菩萨了 因为只有菩萨才会化解和解决 人间的所有问题 现在这个社会上 你争我斗 邪思邪念太多 每个人为自己非常容易走偏 邪教猖獗 主要是离开正思维 思想就钻入了死胡同 正性活法就是让人产生智慧 看破放下 我们不能拿众生的利益 去谋取私利 最近新疆的爆孔事件 就是与伯靶完全背道而驰的 学伯人要慈悲为怀 要和平我们不极端 希望心灵法门的伯友 反对分裂 反对邪思邪念 抵制邪教 让人民安定团结 就让社会能够稳定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会得到平安 我们的社会需要太多的好人 需要像雷锋一样的人 用人间的大爱 要放下自我 成就众生 先成善人 后成圣人 学菩萨 为众生无私的奉献 观思因菩萨 惩发大愿 若我当来 可能立意安定 一切众生者 令我 及时生出 千手千眼 具足 大愿一发 果然生出了 千手千眼 救度众生 到今天 希望大家 好好地求观思因菩萨 做观思因菩萨的 千手千眼 大家学博 学到今天 大家可以说 对观思因菩萨 对我们的爱 你们有没有感应啊 谢谢大家 告诉大家 一个小笑话 现代人 碰到清明节 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现代人 碰到清明节 是人与鬼在说话 现在人 碰到情人节 你们知道是什么 是人与人在说鬼话 鼓掌 现在的年轻人 嘴巴里说 我爱你 你爱我 马上手机拿出来 I love you 完全跟思维理念 背道而驰 所以人为私欲 活着 会产生 太多的自我 孔老不只讲 己不为 物失欲人 自己都不愿 做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 去让别人做 我们心胸宽广 才能包容一切 制造福田 自得佛缘 台长 刚刚跟大家讲 这个图腾 真的很厉害 一位父亲说 自己的孩子的 左手大拇指是弯的 请台长看 是不是有灵性 你知道台长 看到了什么吗 台长一看 他吃了很多的螃蟹 他的手指 就像螃蟹的茧子 这位父亲 马上就承认 孩子的母亲 在怀孕的时候 吃了很多的螃蟹 这位父亲 自己也跟着吃 虽然 现在修心灵法门 已经不吃这些活的了 但是 以前造的业 已经抱在了 孩子的身上 台长还告诉他 你要好好地把这个 螃蟹 筋 超度走 孩子的手指 通过物理治疗 就能够直 请大家听一下 谢谢 哎呀 您好 您帮我看一下 就说我的孩子 他是08年 祖父了 他的 他的左手大拇指 是弯的 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有灵性 还是什么 哎 身上有灵性 什么弯的 螃蟹吃了太多了 螃蟹的钳子在上面呢 是啊 是 台长 他妈妈怀孕的时候 吃螃蟹 我也跟着吃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人都 学习心灵法门之后 就是 喜悦 永远不是活的海鲜 而且 多多的放生 但是来不及了 然后我们现在 再给他一边念经 对啊 来不及了 他这个手 他现在这个手的形状 就像螃蟹这个钳子 对 就是一个扇的那种 看见了吗 对 就是说 台长 他这个手 扑不住手 都是吧 先念经 如果身上的螃蟹筋 走掉了 他这个手 只要物理治疗 就能拉直了 明白了 台长 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台长 所以 不杀生 那就是拥有慈悲心 我们人要懂得慈心不杀 我们不能吃活的东西 要心善 台长告诉大家 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念头 有一个旅行团刚准备起飞去法国 发现机器的机轮有故障 航空公司要大家延迟一天 很多人就生气了 在纷纷地骂人 要求赔赏 什么样的人都有 同样一个事情 如果你懂得佛法当中的善解 你可能就会有良好的心态 你可以想象一下 幸好在没有起飞前 就发现了故障 我躲过一劫 阿弥陀佛呀 如果你不是善解 你用恶念去恶解的话 你就会想到 我好不容易有假期 又浪费了我一天 真倒霉 心里就会不舒服 而且烦恼 在我们人间 每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 幸与不幸的事 平安就是福 平安时要懂得珍惜 要培养善解的好心态 那就是佛的心态 人的快乐多少 与你拥有的财富 那是没有关系的 心中的法喜 是财富买不到的 拥有人间的财富越多 可能你心中的烦恼会越多 没有时你天天会想得到它 当你拥有这些财富的之后 因为你怕失去它 你天天又有烦恼 哪个有钱人不痛苦 要找快乐 必须要找对地方 台长告诉你们 找哪里是快乐的 找你们的心 找你们的良心 本性 你们的普陀之心 很多的信徒 在学佛当中 经常会迷失方向 很多人不懂道理 所以他们经常会去问那些禅师问题 一位信徒问了无德禅师 他说 师父同样一颗心 为什么有心量大小之分呢 为什么有的人的气量就这么大 而有的人的气量就这么小呢 无德禅师说 你给我现在闭起眼睛 你在心中造一座城 你现在闭起眼睛造一座城 这个居士把眼睛闭起来 默默地在想 这座城 我应该怎么样把它造起来 怎么样怎么样 过一会儿 他说 师父我造好了 禅师告诉他 把你的眼睛再跟我闭起来 造一根毫毛 信徒 目造完毕之后 师父我造好了 禅师接下来精彩的话就来了 他说 当你在造这座城的时候 是你一个人的心 还是你借别人的心一起造的 这位居士说 是我一个人的心造的 禅师说 当你造毫毛的时候 你是一部分心去造 还是用全部的心去造的呢 这位居士说 我用全部的心去造的 接下来 法师就开始开悟他了 造一个城市和造一根毫毛 都是用着你一个心 可见你的心能大能小啊 为什么 你不能放开自己 让自己敞开宽阔的胸怀呢 一盆脏水 倒入大海 造样让你变得清澈 碧绿啊 蓝色的大海 就是你自己的心 永亮和 能不能容忍别人啊 所以一个人 能够容忍别人的人 他就是一个有心量的能 心量 能大能小 人间的小事 我们不计较 大事情 心态好 人间的一切 生离死别 病老伤痛 求不得苦 在佛的眼睛里 万象皆患 万般皆空啊 因为想一想 我今天拥有的 你能带到哪里去 所以文化 禅文化 是浩瀚乌鸦 难以言尽 唯有参悟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 好好的开悟 才能产生豁达 和真正的放下 一个人 解脱 不是这么容易的 说解脱 就能解脱嘛 其实 解脱 就是超越 台长跟你们讲的 都是佛菩萨的经典 是哲学 我举例子给你们听 你们就明白了 天天跟太太在家里吵架 天天跟先生在家里吵架 你不能解脱呀 天天要在一起生活 天天还要在一起吃饭 晚上还要睡觉 怎么办 你去问智慧之人 他会跟你说 你要放下解脱 怎么放 怎么解 台长 用最简单的白话 伯法 告诉你们 两个字 超越 为什么呢 当你境界 已经超越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解脱 你想象一下 我的妻子很辛苦 她很累 她为这个家 付出的一切 我超越了 人对她的恨 我觉得 她是一个菩萨 她为这个家 付出的一切 我超越了 因为我是菩萨 我理解她是菩萨 我就不会恨她 这就叫超越 超越 自己这个小我 不要把自己放在最伟大的地方 你就超越了这个自私的 执着的意念 现在讲要大公无私 就是把世界上什么事情都要看开了 把公民看破了 刻薄人性固有的贪心 嫉妒心 报复心等等的弱点 完成一个高尚 伟大的人格 那就是人成 鸡伯成 一个年轻人 去找一名智慧的智者 请教他的成功之道 结果这个年轻人发现 这位大名鼎鼎的智者 唯一的家具 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一张床 他就问 师父 你的家具呢 年轻人好奇地问他 这位智者跟他说 年轻人 你的家具呢 哦 我的 师父 我只是在这里做客 是过路客呀 这个智者说 我在人间也是过路客呀 要这么多家具干嘛 认清 这个虚幻般的世界 人生 苦 空 空 无常啊 这就是佛让我们觉悟的佛言 佛语啊 台长 台长 告诉大家 学佛有时候 真的要 跟自己 做斗争 因为人 最难战胜的 不是其他人 不是别人 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 台长 台长说一个小笑话 给大家听听 有一个男的 他的太太天天叫他 不要抽烟 他有一天 下定决心 说我从现在开始 我不抽了 拿起一条烟 从三楼的窗户上 啪 就向外扔 然后人突然之间 就往楼梯下跑 香烟还没有到地上 他在下面已经接住了 不鼓掌啊 就是说 一个人要改毛病 不是这么容易的 一个人的劣根性 它是长期占据在你心中的 一条毒蛇呀 这个蛇在你的心中 随时随地会咬伤你的 用你的贪心 这就是一条蛇 会把你自我咬伤的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 台长告诉你们 过去有一个佛教经典的故事 说佛陀带着他的弟子 正在路上走 突然之间 看见有一个精子 就是一个精子的箔啊 就是一个箔里面全是精子 全是黄金啊 全是黄金 看见之后呢 哎呀 他的弟子说 哎呀 佛陀 黄金啊 结果佛陀说 毒蛇 那个弟子一看 佛陀说毒蛇 他也说毒蛇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原来有两个小偷居然偷到黄宫里去 拿了一个箔 装了很多黄宫里的黄金逃走 被这种御用兵啊 在追赶的时候 他们就放在路边 就是放在树林边下 结果佛陀跟他弟子走了 又来了两个农民 来了两个农民 结果 看见了这个精子 就是跟他说 哎呀 还把佛陀照过来说 你看看看 你看看 哎 这个精子你怎么不要 是毒蛇 什么毒蛇呀 黄金啊 哎呀 发财了 发财了 广东人叫什么知道吗 发呆了发呆了 然后 把这个精子抱在身上 欢欢喜喜的走掉了 拿到市场上 把这个黄金去变卖东西 结果马上就被人家抓住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抓住吗 因为皇宫里的黄金 上面都有打钢印的 小偷不知道 这是御用的黄金啊 他一拿出去就抓住了 因为过去 也没有什么陪审团的 抓住 张物在你的手上 就是你们两个农民偷的 砍头 这个时候绑在 刑场上的时候 才说 佛陀说的对呀 那是毒蛇呀 贪心就是你们的毒蛇 想想看 现在有这么多的贪官 为什么现在被抓起来 就是他们的贪心 害死了他们 我们学伯人号召 所有的人不能贪 不能撑 不能吃 因为这是三条毒蛇 在你心中 你哪一天把一条毒蛇 激活了 就会伤害你自己 就会伤害家人 和伤害你所有的一切 洛水大师 有一个好朋友 他在朝廷做官 官场示意 拜访大师 看到洛水大师在吃饭 只有一小碟的咸菜 他心中非常的不忍 师父啊 你会不会太咸了 师父说 咸有咸的味道 吃完饭之后 这位师父又倒了一杯 白开水 一边喝 这位大官就说了 是不是太淡了 大师一笑说 淡有淡的味道 这个大官一下子开悟了 不为暂时的失忆去难过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年轻时美丽浪漫 有如一小碟咸菜 咸有咸的味道 年老时沧桑平淡 就像一杯白开水 人生得意 诗意 有如吃饭的味道 我们很快就会消失 要学会从鲁不经 把握好自己的心态 你才能驾驭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去追寻 更高的佛的境界 与人相处之道 一定要懂得 就是无限的 永远 树枝茂盛盛 有根故也 随随滔滔 有缘故也 人的生命 因为有本性也 所以本性遮住了 你的智慧良心德能 才看不见 好好地挖掘你们的良心德能 恢复你们的能力 他人的良心 把每一个人的良心都启发出来 这就是正能量 这就是佛心在人间 台长说 一个人看世界 真的要望乐观地去看 有一个人去吃自助餐 去了晚了 钱付掉了 一看自助餐菜都没有了 就剩几个面包了 难过的 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真的是划不来啊 台长跑着去一看 这么晚了 居然他还有面包啊 多好啊 注意学博人的心态 要好好地学博 你才能进步 你好好地学博 你才不会糟蹋你的慧命 人的生命固然重要 但是人的慧命 那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用自己活着的生命 去谱写出救度众生 一曲慧命在人间 让这个法船 救度更多的人 如果你们不好好地修 你们这张救船票 怎么能够登上 观世音菩萨的法船 希望你们不要用救船票 好了 再一次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欢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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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